戰鬥機 坦克車和裝甲車 全都聚集在莫斯科艾國者公園 2022年俄羅斯軍事展15號隆重登場 普丁一開口就展現大國霸氣 來自35國包含各國防長參謀長在內 超過700多名嘉賓前往朝聖 中國也不只設了一櫃 從國防到航太大舉進駐俄羅斯軍事展 根據塔斯社報道 這次展旗 俄羅斯將公布最新款米格3E戰鬥機 號稱能發射小型太空火箭 將衛星投放到離地表300公里左右高度 除了戰機外 先前俄羅斯傳出使用機械狗 這次展覽中也證實為最新機器 而且背上背的武器 也從原本的機關槍 變成榴彈發射器 殺傷力十足 不過俄軍烏南節節失利恐嚴重打擊遏制武器生育 此外普丁為了讓戰況看似游刃有餘 宣布30號開始到9月5號將在俄羅斯東部舉行軍事演習 巧德式解放軍東部戰區目前正在渤海進行演訓 表定9月8號結束 從軍事展處處現宗中國影子到演訓時間不謀而合 儘管中國官方至今仍不願在俄乌戰爭中選邊站 但兩國交情匪淺已是盡在不言中 在那裡新聞是電話報道